如果知道他有可能會危害這個家庭 他就會離開 不管是生病還是快老死 所以我們都會很明顯觀察到 有一些個體他怎麼樣都不回家 那通常都是老了 或者是他有生病的狀況 喔 那人就不是 通常不回家一定有外遇 大家好 我是Rio老師 很多人都說螞蟻的生活 就像人類的命運的縮影 高度的社會化的生活 跟我們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你別看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昆蟲 卻有如此的不頻繁 在台灣有一個螞蟻達人 他致力於飼養螞蟻 推廣螞蟻 甚至打造了一個螞蟻帝國 今天我們非常的榮幸 邀請到我們的創辦人 王秉承 帶我們今天進入螞蟻的世界 大家好 大家好 您今天幾歲 我33 那當時是跟螞蟻 就是說喜歡螞蟻養殖這個部分 裡面已經帶了多長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最早開始 對螞蟻有興趣大概是在國小的時候 國小就對螞蟻有興趣 但是我真正開始養是從高山 就是做科展 才真正的踏入飼養這件事情 因為在之前 第一個媽媽拒絕 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那時候沒有概念 到底要怎麼樣去完整飼養 因為我媽也 所以真的在 開始養到現在的時間 大概是16年 17年 16年 17年 而且現在已經變成你的事業了 沒錯 一般我認為年輕人有興趣的很多 但是能夠把這個興趣 後來當飯吃的真不多 是它其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 因為你還要跟自己的 就是盈利跟喜好 它中間過程有很多的摩擦 其實在養螞蟻之前 我就養過蠻多不同的寵物 然後包含可能 就是你們想過的什麼 甲蟲啊 螳螂啊 蟹蟲之類 我們全部都養過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原因都一樣 因為你在野外觀察 它一定有局限性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時間性 這些限制導致我會很想要 把它放在家裡去做飼養 那其實以螞蟻來說 跟其他生物最大的特別就是 牠們在野外 你是看不到牠在草裡面生活的樣貌 嗯 對 所以當初我會產生這樣的興趣 就是我好想要知道牠在家裡幹嘛 是因為我在小時候 去看到野外的一窩螞蟻 牠正在搬著一隻昆蟲的屍體 嗯 然後那時候的我其實 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是想要了解牠們 而是我去玩弄牠 就是我把牠彈走 對對對 彈走之後發現奇怪 為什麼牠又把牠抓回來了 對 然後我就重複了兩次 就看著牠怎麼樣子 把這個東西找回來 我彈得更遠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產生興趣是 欸 牠到底怎麼找得回來 嗯 然後牠搬要搬去哪裡 是 所以我就跟著牠走到牠家裡 直到牠消失為止 直到我看不到牠為止 那我就想說 牠到底在裡面做什麼 牠到底怎麼樣去分解牠 搬回到家幹嘛 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 喔好想要養馬 我想知道牠在那邊幹嘛 喔所以你的起初動念 就是一個好奇心啦 因為我們只能看到螞蟻在表面上面嘛 沒錯沒錯 如果牠進到牠的巢穴之後 牠到底幹些什麼不知道 沒錯我完全都不知道 其實一直都有 因為從一開始 牠其實並沒有 就是很容易可以去 讓你了解 大概怎麼收集也好 或是怎麼飼養 因為每個物種 牠可能鞋性也不太一樣 是 牠可能飼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 一開始基本上都是土法鏈鋼 我今天飼養的時候發現有問題 嗯 然後慢慢找出問題在哪裡 再重複嘗試 是 然後直到欸你可以很順利的 把這一窩螞蟻養到大窩了 嗯 你就知道這個方法你成功了 喔 對 所以其實在過程當中 每個物種牠所需要 面臨的挑戰不太一樣 那一般螞蟻來講 牠的壽命有多長 這個取決於物種的 階級跟體型大小 如果我們以我們常見飼養的 這些巨山蟻來說 牠們體型通常都比較大 嗯 那以後的話 大概1.6公分到1.8公分的 壽命都可以到20到30年之久 是 對那公蟻的話 大概就是半年到兩三年 取決於體型的大小 哦 所以牠一個族群的壽命呢 你就以後為基準點 嗯 然後當以後死亡之後 牠也不會馬上全部都死掉 而是每一隻結束之後 這個族群的壽命才走上中址 嗯 對 所以大概一整窩的壽命 你就把它抓大概二三十年 其實我們不只賣螞蟻對不對 對 好像螞蟻不能出國是吧 對 出口的話 牠一定有限制 不管進口出口 牠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們在 這個裝賣店上面 其實我們都是以 螞蟻飼養為主要的商品 結合這樣 包含飼養用品啊 然後周邊商品啊 對 DIY用品等等 跟養螞蟻有關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賣到國外去 對 只要是非活體 我們都賣到國外去 那我們現在賣了幾個國家了 目前 上個月才統計大概26個國家 26 26 哇 各位你看不簡單 從一個養螞蟻的一個興趣 然後變成現在一個事業 其實任何東西都是這樣 目標鎖定之後 邊做 從困難裡面 一直不斷的修正 對不對 只要目標不變 一步一步往前走 終於有成功的一天 來在19年的時候 我們運氣很好 就是 就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得知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本身在研究 就是蜜蜂跟螞蟻 對 然後他知道之後 他就來跟我們 希望可以索取一些 台灣本土的這些新生族群 嗯 回去做相關的研究 對 然後也來參觀一下 我們他們 我們到底怎麼去做 規模化培育 嗯 因為他們其實在研究上 最大的背後 需要支持的就是飼養 對 因為他們長期研究 他們需要 在族群正常健康的狀況下 穩定發展的狀況下 去做整個實驗 他才會精準 但是很多的實驗 你沒辦法移植在野外進行 是 對 還有很多的限制條件 嗯 所以他們就需要去了解 我們怎麼樣子在實驗室 創造出他們需求的環境 對 以及規模化 就可能他們一養不是一物 我可能要施幾位 因為他們實驗組 對照組 他們需要一定的量體 是 他們才會達到實驗的精準度 嗯 所以 簡單來說 我們其實在做的事情是類似的 只是我們做出來的這件事情 我們是否讓更多人去飼養 對 那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否研究 嗯 所以他們就來到我們這邊來 去做這件事情之後 阿姨覺得這邊 這些東西很棒 然後也希望我們去了解 看看他們那邊有什麼可以改善 是 所以就邀請我去到哈佛大學 嗯 對 那像一般喔 我們這個螞蟻啊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螞蟻窩嘛 是 對不對 然後養了這些螞蟻 那有飼料可以餵它 有 我們有開發飼料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好的 因為螞蟻它的屬性 它的社會結構 對 跟我們人類是挺相似的 沒錯沒錯 而且它的階級啊 對 或者它的分工啊 都很棒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養這個螞蟻 會不會很複雜 呃 其實它單純的話 你只要注意兩件事情 嗯 維持它需要的環境條件 對 跟食物 對 就這樣子 那環境要怎麼 以環境來說 因為我們的椅槽 會設計他們需要的條件 我們只需要提供它定的濕度 也就是說 我們要加正確的水量 在巢穴裡面 去提供它 巢體的濕潤程度 那食物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它其實有飼料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在對的時間 餵對的量 就解決了 花費呢 花費的話其實很省 因為我們一罐飼料 如果你只有養一窩螞蟻的話 從剛開始我們新手套組的 附那一小罐 對 基本上一般平均來說 一八個月到一年多會用完 用完一罐 所以很省耶 因為它一開始的族群相對小啦 對 所以當然如果族群越長越大的話 它對於食料消耗量才會越大 然後還有季節的影響 譬如說現在是 剛好可能天氣要轉涼了 對 那他們今天吃完之後 可能接下來的兩天 因為可能降溫到 10度到12度 或者是下雨天 他們覓食的意願就會下降 消化速度就會變慢 所以這時候 他的覓食的意願就會幾乎是零 那他就不需要吃東西 那可能就會延到兩三天後 天氣稍微回暖 然後他才會出來覓食 那可不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假設天氣很寒冷的地方 那個螞蟻很難生存 沒錯 所以物種就會越來越少 那甚至那些物種 它就會演化出 它會需要冬眠 所以生命真的是很奧妙 沒錯 它會依照著天氣的不同 讓自己做一些非常多的變化 每個地區 它都會演化出不同的物種 那熱帶地區 它就會演化出適合的物種 比如說像熱帶地區 就是沙漠地區 有一個叫沙漠引擬 為什麼叫引擬 因為它的體毛是銀色的 那這個體毛可以幫助它散熱 是 就是我們有科學研究 這個散熱的溫度可以 已經比過很多 我們人類製造的這個 散熱材料還要好 那舉一個最有趣的例子來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螞蟻是靠味道溝通的 但是你看啊 如果在沙漠地區 風一吹 沙子就蓋掉氣味了 所以基本上 菲洛蒙在當地是不取任何的作用 所以螞蟻怎麼判斷它離開家跟回到家的路徑 怎麼走 它完全不是靠菲洛蒙 它是靠太陽 它還靠它的腳步的移動 我今天走出去直角 右轉幾度 然後走幾步 我反過來 走幾步的反方向 怎麼回來 就回來 它是記憶到它走幾步出去 走幾步回來 那為什麼我們會知道這件事呢 它的導航在太陽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很無聊的科學家 把螞蟻的腳加長跟縮短 發現它出去之後就回不了家了 哦 因為步伐不一樣了 步伐不一樣了 計算模式搞亂 對對對就不一樣了 養螞蟻養了16年 那事實上對於各種的螞蟻 包含它的習性 它的社會性 然後各種的變化 你應該是了然於兇 其實 當然會比一般人了解更多 因為我們投入在這個地方16年 但實際上 我不敢說我們對於螞蟻的了解到底 就是它有多少其實不知道 對 因為就連我們現在 我們還有發現很多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證實的一些事情 包含它們到底怎麼真正的溝通 因為我們當初有講到 就是它們靠味道 對 但實際上當它們分離之後 這個味道的距離太遠了 嗯 那它們不可能靠外味道去做完全的溝通 打電話 就有可能是 對有可能是電話 只是它們的電話是靠它們 其他的不方傳輸的 另外一隻腳拿著 對對對 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它可能是電磁波 或者是什麼 那你養了16年它沒告訴你 沒有 我也想知道 如果我可以控制買 我一定會先叫它去金庫 哈哈哈哈 它們還蠻會搬的 搬錢回來 就不愁吃穿了 是 可是你這些知識 你有沒有把它變成一個有效的東西 我想 其實現在很多人 包含小孩子也好 或者是我們 有時候 小小的昆蟲 我們都很想要知道它的一些土特 沒錯 能不能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聽說你好像搞一個博物館 沒錯沒錯 我們其實最早期 我是先以部落格出來 對 我那時候在創業之前 我是部落格開始先記錄這些 好聰明 然後後來把這些內容 變成書 對 就出了一本書 然後 現在還是當然陸續在新增一些內容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也好 或者是YouTube頻道也好 那現在我們在做的博物館 其實就在我們的店面後方 然後我們就希望把這些知識性的東西 變成是可以互動 而且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去體驗的 然後可以去在現場感受 然後去觀察這些 可能台灣的原生物 那未來這個博物館怎麼運作呢 其實我們的話就會 跟一般的博物館運作方式一樣 我們就是會用門票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抵一般的消費 或者簡單的餐飲這樣子 那買票之後還可以抵一些飲料或餐飲 然後進去之後呢 有人幫我們講解嗎 我們就會分自由餐觀跟導覽 那導覽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看人數 或者是看需求我們去做分配 那你現在這樣子來說 你整個 我們像譬如說養螞蟻 這個螞蟻盒 它大概分成沒有樣的尺寸 大概費用要多少 我們目前最小大概是這個菜市 它其實還可以再小 只是因為我們在一般飼養的物種都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是最常賣的最小的會是這個尺寸 這個多少錢 這個的話我們是定價399 399 那會有幾隻螞蟻 這個的話我們目前配都是20到30隻 20到30隻 那大概都是從一個小族群開始培養 那因為你從小族群開始培養 你的感受會跟你直接養一鍋大鍋的螞蟻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不能從我那個 就是外面抓幾隻螞蟻放進去 其實可以 但是這個放進去的話 等於說它的壽命很短 可能沒幾天它就死光了 因為它不是整個家族過來的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它跟家族分開之後 它就會覺得它失去生存目標 然後它就沒有辦法生存下來 原來螞蟻那麼戀家 對對對 我們過去也都試過這種模式這樣 所以嫁壞男人不如嫁螞蟻 是是 比較愛家 這個是3千多塊 399 然後另外呢 還有更大的 就是大到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 往後方這個也蠻大 這個是我們比較大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房子 對 這個是我們做 我們算賣的蠻好的一個 設的一個款式 它是埃及 因為我們把前面做的很寬廣 對 然後他們就看到螞蟻在戶外密室 這個大概有多少錢 這個是1900 光買壓克力也差不多 對啦 因為這都是壓克力訂做 而且你看其實我們的 我們很講究就是 我們做掀蓋之外 你可以摸任何的一個壓克力的邊角 都不會被刮傷 對 就是都不會被刮傷 因為我們有要求廠商要做到 使用者不會被刮到 刮傷 所以任何一邊都沒有立腳 那這個是你說1900 1900 但裡面還蚂蚁嗎 還沒有 這是單產品 所以這個是一個價 那蚂蚁呢 像這要養多少 這個的話一般會建議 大概100到200隻以上才入住 因為它蚂蚁在族群小的時候 不能住太大的空間 避免它會成長不順利 所以我們會出不同的大小的原因 是因為每個人 他手邊的族群大小其實是不同的 那他就會來挑選 適合他大小的族群 跟他喜歡的風格 那蚂蚁怎麼算 我們都是按照族群大小 比如說我們剛講到10到20隻 它是一個範圍 那它就會固定的定價 對 然後20到40就是一個定價 40到80 也就是它的range會越來越大 因為它的族群越成長越大規模 所以我們在評估上面 它的當族群越大的時候 它的range會拉得越廣 然後它的定價就會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這個定價的方式 其實是依照我們所謂的維護成本 因為當它族群越大 代表模糊時間越長 所以我們的成本就越高 所以看起來也是不是那麼簡單 不像泡麵一樣泡三分鐘就可以了 你看要弄一個家族 搞不好要一兩年兩三年 才能夠去做銷售 沒錯 所以螞蟻定價會相對比較高 因為大家第一個刻板印象 覺得螞蟻到處都有 但第一個是 我們的螞蟻跟家裡的螞蟻是完全不同的 再來就是我們在培育上 我們是人工培育的 所以在沒有賣掉它之前 我們都要確保它最健康最完整 對 然後最沒有問題 我們才會去做翻手 我覺得這螞蟻 尤其像這樣的大小 我覺得還蠻適合在家裡的話 也可以訓練這些小朋友 對 對不對 讓他們有這個家的那種 那種互相合作的感覺 沒錯 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放在公司 對 因為有一種那種團結 分工合作那種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可以變成是一個 大家很激勵的 團結合作啊 像錢一樣一直來這樣 是是是 最近有接到三個 就是他那個世主 他其實就是比較不care價格的問題 他只care他要獨一無二 對 然後他想要把全世界的景點收集 那目前他收集三個了 就是第一個是羅馬 羅馬的風格 然後一個是那個紫禁城 對 然後最後一個他們 接下來我們要幫他做的是那個 有一個 這個地標就是一個耶穌的 很大的耶穌 對呀 其實這個有點像模型的概念 對 我們就是模型的概念 你用模型的概念 微說模型 在設計上我們不只是外部 因為像這個傳統 我們就只有外部 然後內部就是一般的通道 對 但是我們在客製化那邊 我們甚至做到連內部都有設計 那譬如我叫利友 他可以割一個利友 當然可以 就是 或者是我們直接把那個 比如說獅子的頭 就是 箱在裡面之類的 像紫禁城 它裡面就是做兵馬友 那如果天然的話 那個道是他們自己搞的 他們自己搞 但是我們如果要讓他們搞的話 你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是你看不到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兵馬友 他不會想讓你看到 他不會想讓你看到 因為他會覺得相對安心 所以你看這個螞蟻啊 雖然是 這麼小小的昆蟲 其實還挺多適合我們人類 學習的地方 我的夢想就是這間博物館 所以我的第一階段的夢想 算是快要達成了 那這個博物館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 我想要把我自己享受的過程跟體驗 然後分享給更多人 對 那因為不是所有人他都可以養螞蟻 或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同時擁有這麼多螞蟻 是 然後我們又可以用這種教育的方式 讓大家正確的認識螞蟻 然後可能加入 更多人去加入這研究跟飼養的行李 那我們就可以在不同人的想法下 你去激發出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我們不只是我們真的投入這麼久 而是這個是所有人一起做出來的 不只只有我們 我們很努力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的社群 跟我們這些所有的飼養者 他們都在做這個份貢獻 一起的從不同的背景 去給不同的方向的一些 可能性或參考或是解決方案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好的激發點 對 那另外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比較天馬晴空的夢想 其實就是想要做一個樂園 就是螞蟻樂園 那這個樂園是你每一個人好像縮小一樣 你進入一個很螞蟻的世界 但是實際上是所有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就是所有東西放大這樣子 哇 你進去之後 你所有東西都很大 比如說蟲很大 這桃園不是有一個小人國嗎 對對對 我們就把它反過來看一下 你把它反過來 變大人國 變大人國 你的花銷要比它更大 對 所以我還說它是一個 比較天馬行空 因為它的花費會很近 對對對 不過你這個也把小人國的概念弄進去了 就是在這裡都實現了 對對對 非常棒 我認為一個人擁有自己的夢想 然後擁有自己的興趣 可以把興趣跟夢想結合在一起 能夠辛苦的走過這16年 然後一步一腳印的這樣的成長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我認為在你的身上可以學到很多 各位如果年輕人可以的話 要多多像我們這個黃總來學習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誰來開獎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各位 如果假設你想要養螞蟻的話 我們在底下都有連結 趕緊聯絡這個螞蟻帝國 你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看到人家殺螞蟻會不會很心痛 其實我們也會做這種事 也會啊 比如說如果 如果它跑到我們的螞蟻窩的時候 我們當然還是要驅趕它 好了 我 erro